小偉黃金左腿就點線問獎 他把我拿去撞車子 把我甩飛 近日李嚴謹 司機呼喉案演變成羅生門 但不是所有藝人 都跟司機有仇的 因為我們有小偉黃猴聲的左腿 生救援 事情是這樣的 小偉某天搭小黃回家時 突然間他就用那個點線發作 真的滿快速的 那種滑行 我們就滑進了那裡的話 我就用我的左腳 從我座位的地方 一腳這樣踩進去 那時候我就看了一下 口腔然後咬到舌頭 然後把船巴板開來 我就同時一直打電話 那個修護車就來了 我只希望這個車子好好的 然後不會有事這樣 我其實沒有仔細回想 真的還滿像拍電影的 他也只有我差點死掉 誰叫你是我朋友 就算你傷心 還有我 32歲的小鬼 出道14年 曾發過唱片 主持節目 之後演出真頭與腳頭 成為一彎票房男星 個性低調的他 原本不想張揚熱心救人事蹟 最近和同事聊天 無意間提起 消息才被咱們知道 我很怕他不小心 他就是沒有工作 也希望他的餅就是 就是有好轉 主持節目 突然覺得小鬼有點帥 報導